这就是当代知名画家的孙女嘛 十岁的王诗玲随手的一幅画 随随便便就吵到了十万 就在别的孩子还在玩尼泊的时候 王诗玲四岁登综艺 五岁出席了巴黎时装周 被天王刘德华抱在手中 与李宇春一起过七夕 与刘嘉玲周润发张家辉合作 成王精口中的乖乖宝贝 这样的资源怕是许多小鲜肉 这辈子也赶不上啊 别人一生都在赶往罗马的路上 而王诗玲一出生就是终点 都说穷养儿子富养女 但只要有钱 谁不愿意给自家孩子最好的呀 众多新二代中 王诗玲才算是把富养演绎到了极致 而王诗玲能有如此豪横 只因为他身后站着 坐拥几十亿身家的富婆李湘 李湘坐拥几十亿身家的同时 给女儿的资源自然也全是顶配 李湘当年说 我拿命换来的宝贝 何止交贵二子啊 几万的手链说买就买 几十万的包包说背就背 然而王诗玲对姚米女儿 姚沁蕾的一句农村玩 让李湘的富养教育 推上了风口浪尖 那么李湘的富养教育 真的成功了吗 2020年1月 王诗玲与某牛奶品牌的广告 正式发布 MV中王诗玲是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 而现实中 她画的画更是进入了名人书画展 看着成绩就知道 李湘几十万的学费没白花 王诗玲就读于英国德威国籍学校 学费啊一年25万 最重要的是该学校只收英国籍的学生 家中的父母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 中国学生想要入校 父母必须在商界或者文艺界有一定的地位 而文艺界 王诗玲恰恰符合这个条件 这或许也是李湘能够看中王诗玲的一个原因呢 王诗玲真的是在吃软饭吗 闪婚负伤的李湘 为何嫁给了吃软饭的王诗玲 王诗玲出称于艺术世家 父亲是当代著名画家王辉 随便一幅画就可以交价百万 两人刚结婚时李湘可是没少晒公公的画作 而老爷子更是对王诗玲疼爱有加 然而王悦伦却没有继承这种画家的天赋 他当过设计师还曾前往国外进修 却一直都没有什么代表作 2005年怀才不遇的王悦伦随手接下了 不用说爱你的MV 恐怕那时王悦伦也没想到 这是自己转运的开始 这部MV的另一位主角正是火了半边天的李湘 两人的相遇就像这场MV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娱乐圈人士达到一定高度时 就非常喜欢称自己为艺术家 身为艺术家的王悦伦也打动了李湘 王导这样的艺术家 是不是人间烟火的 他就死了 刚与富商李厚林闪婚闪离的李湘 迅速被温柔老实的王悦伦攻克 而李湘对彭老公也是乐此不彼啊 甚至甘愿做老公背后的女人 拿出自己的全部身家给他投资 靠着李湘王悦伦也成为了众多电影背后的知名导演 当初李湘成立芒果影业 靠着一不小心爱上你 霸占了全国首饰率 迅速在影视圈站稳了脚跟 转了个盆满钵满 还与电影界的一哥伯纳影业达成了合作 因此王悦伦接到了功夫大侠等一系列的优秀剧本 然而资源下去了 人却没有出来 王悦伦最火的时候 恐怕就是与女儿王诗玲参加的 爸爸去哪儿 而两人能接到这档综艺啊 也是因为李湘 这次的王悦伦终于没有让李湘失望 成功靠着节目与女儿刷足了好爸爸的形象 爆火后 李湘一家三口更是频繁一起出现 王悦伦好爸爸好丈夫的形象刷足网络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有了知名度 心态就容易发生变化 王悦伦软饭硬吃的水准直线上升 不过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亲闺女会这样看他 娱乐圈 女强男弱的场景并不少见 王悦伦也毫不避讳地声称 我是靠老婆和女儿活的 然而说出这样话的人却在私生活上翻了车 2020年 王悦伦被拍到在KTV门口与一位女子玩壁东 事情曝光后 王悦伦第一时间公开表示 那只是朋友间的玩闹 自己喝多了 现在真诚地向公众道歉 并多次地向家人深情表白 而李湘在社交平台上选择了相信老公 并且表示有人无事生非 这样的发言不仅成功为王悦伦澄清 并且还指出了王悦伦只是中了圈套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王悦伦的女儿王诗玲 点赞了那条关于KTV的微博 不管事实如何 在王诗玲已经知道了有这件事的存在 吃瓜吃到自家房子的身上 不知道王诗玲做何感想 而回到王悦伦本人 李湘的绝对强势 让他对王悦伦立下了不少的规矩 晚上12点前必须回家 无论什么时间 只要李湘打电话 王悦伦十分钟之后必须出现在他面前 如果没有做到 就会被拒之门外 两人参加的一档综艺上 王悦伦想吃桌上的零食 而李湘则立马呵斥 肚子都这么大了 还吃 王悦伦只能立马放下手中的东西 而两人的这种相处方式 也成为了外人猜测的最大源头 那么王悦伦两次犯错 李湘真的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其实今年年初就有网友发现 王悦伦退出了两人相关的公司 而李湘本人的公司十家 也住销了九家 两人目前已经没有了商业关联 李湘这是牢牢地掌控住了家里的钱袋子 毕竟不掌握财政大权 说话确实弱了三分 王悦伦这半年 更是多次和李湘合体秀恩爱 10月13日 王诗玲的生日上 三人再次合体 不知道观众们 对这一家子怎么看呢